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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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胆互为表里嘛 对 这个胆经也很重要 对不对 对对对 胆经应该说是我们身体里头重要的一条经络 非常重要 但是呢 是否通畅 我们敲一敲我们胆经 那我们就请三分家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对 现场来测试一下 对 来 请到舞台上来 来 咱们测一下 测一下什么位置呢 实际上这是在我们的大腿的外侧 我们叫风势穴 就找酷线 我们宗旨点的这个点就是 风势穴 对 叫风势穴 正好就这个点 这个点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拿着手敲一敲 看看 如果敲的没什么感觉 挺好 您自己再拿着手捋一捋 有不少人在一捋的时候就露馅了 这样块 咯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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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往往有一个筋结 有个调锁 有 这就说明了我们肯定不舒服了 这个胆经就不通畅了 一个是敲风势穴疼不疼 在一个铝的时候会不会酸 胀 对 有没有调锁感 也调锁 但是我在临床上病人 有调锁的太多了 对 也有可能我的病人 可能偏老年人 特别是稍微胖一点的中老年人 往往在这块不通 所以我就说胆经不太通 回家敲一敲 敲完了以后就能 起码来讲 这个胆经舒服了 下肢都舒服了 怎么样 我们这两个小测试 三位嘉宾感觉如何 我觉得到时候没有老师说的 那种调锁感 但是确实是觉得 有肿胀和硬 僵硬的感觉 是不是硬就代表着不通啊 我觉得有点咯噔咯噔的 就是不是那么的平整 对 有一点小阻力 或者没有那么平滑 而且有点酸胀 我这个左腿还真有调锁 调锁了 就是敲在的时候就很酸痛的 但是这么一摸 这个调锁还是挺明显 一般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巧索 我们往往在临床就是 胆经出了一点小问题 就是书屑方面出了点小问题 好 三位我们请回 边坐边听好不好 来 有请 好 谢谢 这么一敲一推 真的是能区分出来 可能我们的胆经 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的通畅 主任 这个我还想再问一下 胆经它到底在哪儿啊 对 我们来看看 好 这就是我们胆经 胆经呢 是起于外颜角 叫什么 叫童子疗这个穴 完了 逐渐到耳前 注意啊 在耳朵前面还有几个穴 完了 逐渐往上 实际上在头侧 我们基本上转三圈 你看 这个胆经啊 在头侧部 确实是非常复杂 转完了以后 慢慢再下去 逐渐地 从我们的颈部的外 后外侧下来 一直到我们的肩前 从这儿下来 逐渐地 在腹部 逐渐地下来 完了以后 到我们的大腿 注意它大腿走的是外侧 走的外侧走下来 在这儿有一个著名的穴 叫风室 完了 逐渐地往下走 沿着小腿的外侧 脚的外侧 逐渐走到小脚趾 这条经 就是我们胆经 所过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 从上到下的一个经 对 而且是从眼睛这边开始 对 从眼睛起 但是呢 注意它走的是我们的外侧 实际外侧 也是我们的一个枢纽 外侧的枢纽 所以说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什么原因会导致 我们的胆经不通呢 实际胆经怕什么 就怕瘀堵 先是瘀堵 它就勇于瘀堵 为瘀什么呢 瘀情绪 也就是说你老是决断不了 那你情绪肯定不好 肯定是瘀堵的呢 实际上这是瘀 这是最重要的 什么瘀 瘀情绪的瘀 完了以后 再碰见 有可能热呀 或者是寒呀 或者是外血 导致的瘀 但是瘀 主要的原因 是情绪出了问题 所以说胆经 如此的重要 容易堵在哪儿啊 我们来看 第一个堵点 咱们就在头侧步 好 我们来做一个提示 胆经不输的 一堵的点 第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头侧步 这个部位我们叫什么呢 叫镊步 镊步 叫镊步 这个地方不通 但这个地方 为什么主要不通呢 实际上这个 我们刚才看了啊 这个在这块啊 弯弯曲曲的 实际上弯弯曲曲的 本身经络 就不容易通畅 如果是胆气 如果真少了点 走到这儿 你看它加上一个弯曲 就更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这个呢 在胆经 是容易出问题的 这个一个点 我们能测试一下吗 主人 对 大家可以摸一摸 自己摸一摸 摸什么位置 就摸耳朵上面 您摸住了以后 您自己咬咬牙 动了吗 动了 好 就这个地儿 疼不疼 是不是明显地疼 你稍微有点疼 没事 好像有疙瘩似的 那看来是真有问题 要有结结的真有问题 我觉得还好 就使劲摁的话 有一点疼 但是就这样随意摁还好 还好 好像是有根筋在这儿是吗 有个这么圆的一个 一个小结结 两个耳朵 那看来您还是真是经常疼 经常头疼 对 这一代 这真要有结 你看我们在临床看就这样 他说这儿疼 我们慢慢地摸摸它 摸摸疼不疼 这第一个 如果疼 咱们再慢慢找找 有没有经节 看看摸摸的 是不是特别疼的点 特别疼的点 我们有时候就 用推拿的治疗 实在不行 我们用一根针扎一下 放出一滴血来 那效果 就是比单纯的推拿 效果要好 您说就这个位置 它叫什么血呢 有名字吗 这个地儿是一个区域 它不是一个点 这个区域里头 都可以出现痛点 我们叫涅部 这个疼 涅部 好 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 大家可能就记清楚了 这个呢 是一个几年前 我看的一个病人 30岁的一个 算一个高管 他头疼 疼了半年了 去脑内科去查 就他去查查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看看眼睛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鼻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看颈椎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查了个六够 都没有问题 结果也不知道 怎么从网上 突然查出我来了 挂号 来看我的号来了 我就问你哪儿疼 他说就这儿疼 哎呦 我就摸着它这儿 对 来你咬咬牙 一咬牙 这儿动了 一摸它这儿 哇 不应疼 家伙轻轻地一摸就疼 这块一摸 哎呦 特别明显地 紧张精卵 就穴机地紧张精卵 嗯 他就坐在那儿时候啊 他就老是一个思考 做 你高管吗 这个眉头啊 揍着 都能看出 有脸在了 嗯 但是他在 揍眉头的同时 有个毛病 咬着牙 大家看看 你咬牙的时候 这会儿什么感觉 紧张外突 对 是吧 实际上他就这个习惯不好 实际上他就是 这个习惯的问题 他一揍着眉头 想事的时候 他咬牙 你说咱们 想事就想事吧 对吧 咬牙 所以说导致了 一侧啊 他可不是两侧 就一侧的疼痛 我给他治治缓解 第一次治了缓解了 第二次一来 结果他现在改变了那个 他现在不敢闭嘴了 你想想 本来很精神 一个小伙子 坐在那块儿 挺好看的 结果他张着嘴 怎么跟呆傻 我都想乐他 我说你这个嘴 可以嘴唇闭上 牙不要咬上就行了 说明还是一个 很听话的患者 对 经过两三次治疗 基本上就没事了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经络不通 而导致了就胆经的瘀阻 而出现的疼痛 偏疼 就出现头疼 对啊 一个偏头疼 对 比较简单 他这个治疗比较简单 偏头疼有许多是很难治的 是 我们梁阿姨也是偏头疼 对不对 您是怎么样的一种疼法啊 左侧的偏头疼 比如一提 完了以后就头疼了 就这个太阳穴这部分 就咚咚 就感觉是太阳穴在跳着疼 然后就震着连带着耳朵 带脖子 我就刚才说过 就一直到肩膀 我都认为是肝的不好呢 闹了半天是胆 一般呢 如果小气的话 也就这块吧 要生的比较大的气 或者这些天休息不好 就变成比较大片的疼 一般就是伴随我们情绪的激动 头疼会出现 对 隆隆呢 我主要就是有偏头痛 而且偏头痛的感觉 我觉得会连带到 我的眼睛也会疼 就眼球会疼 就这个偏头痛 有的时候就是疼起来 真的你哪怕是躺下 你还都是觉得疼 因为有些人头疼 可能我躺一会儿 是不是就能缓解 但我的这种偏头痛 就是你即便是躺着 也是觉得头疼 然后包括眼球会觉得 有点胀的那种感觉 拼头痛确实是会让你在疼的时候 就意志很消沉 就人难受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想干 可能就会停下来 工作停一停啊 自己手中忙的事停一停 就想等着疼痛过去 是 说到这个我直播上面了 我在直播 我做五六个小时 一场下来之后 我的头能不炸吗 就整个头皮是剧紧张的 因为在里面 你得在那个几个小时里面 完成N种事情 最后你还要让 所有看你的人都开心 当然最后你不开心了 因为你头疼了 是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 主任您看 谈到这个胆经的不通 好像我们几位嘉宾 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 是不是 对 那这个就头部的这个胆经 想让它打通的话 咱有妙招没有 有 甚至我们的招很简单 对啊 并且有非常管用 好 咱求刘洋大夫过来 好 有请刘洋 刘医生欢迎 刘医生好 要见面了 其实咱们要疏通胆经了 其实头部这个堵塞点 有办法疏通吗 有办法 富老讲了 我们说这儿九曲十八弯 这些经络 从这儿寻形的部位 我们可以不去计较 它到底分布在哪儿 但是我们知道 这片区域都是 胆经的走行方向 用我们手指作为梳子 我们来疏胆经 疏胆经 疏胆经 要不梁阿姨您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用手指 可以稍稍用点力 我们带动着头皮 有一个轻轻地带动的效果 对 这样 你想梳子梳头发的时候 刮头皮那种感觉 这也一样 我们梳胆经的时候 从前向后 梳的时候呢 轻轻地带动头皮 不要只梳 你看我们这梳的时候 不要只梳这一点 我们是从前向后 一直梳到我们的风池去 由太阳 在我们耳后 耳后高骨 一直到我们的风池去 不要太快 可以稍微稍微慢一点 是用咱们手指的 这个指腹的地方是吗 对 指腹 或者说用我们的支架 指尖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修剪好 因为这儿特别容易 对 太薄了 所以我们轻轻地这样梳 我们梳50次 您看阿姨这个 阿姨之前这样拿的是OK的 但是它坐着坐着 就变成了一个平行的 其实我们在这儿 一直保持着这四个手指 是这样一个平行的状态 过来的 往下 我们是这样 画一个 不要手 不要变形 就变成了 传成一堆了 这样就变成一条线了 我们是一片 一个部位这样去做 一定要四指保持分开 对 从前 太阳穴 到耳上 耳后高骨 一直到我们的风池穴 这样下来 那力度呢 就是我们轻轻地 能够带动头皮即可 梳阿姨怎么样感觉 有变化吗 感觉一下就轻松了一些 对 比起我这边来轻松了一些 对 这边梳完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很透亮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那个热气 淤堵在这儿 那种热气给它散开了 对 那种清亮的感觉 让我们有的人 在诊室里的时候 会有患者说 因为我们也会给他 做扫胆经这个动作 那做完之后 他感觉 感觉眼睛一下就亮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精气神 就拔起来了 这么一种感觉 提神了 还有别的妙招吗 第二个呢 我们叫挤推脚孙 脚孙穴 在耳尖上边 主制的就是头痛 但是我们找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我们先把耳朵对折 你看我们耳朵 折过来之后 上面就会出现一个尖 对 这个尖对应着 我们头涅部这块 摸一摸 是个小的凹陷 有一点点酸和小麻的感觉 这个地方呢 就是脚孙穴 但是这样揉的话 好像刺激量有点大 我们也可以带动着 我们整个头皮去做 叫挤推脚孙 首先我们用两个手 长根对准我们的脚孙穴 这样呢 叫挤的时候 我们往后带动皮肤 您看我这个眉毛 挤推 我的眉毛会有一个 牵拉的那种感觉 有 我们是持续深沉缓和 我们深沉的感觉呢 是顶住这儿 慢慢地用力 加压到有酸胀感之后 再向后 一步一步地做 对 我们可以闭上眼 去体会这种酸胀感 我们推20次 20次 先挤再推 我们做20次 然后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会感觉 眼睛好像能睁得更大了 谢谢 然后我们的笑容 感觉会更加地清亮 更明朗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是当时就见笑了 是吧 你马上就 好 咱们学会之后多做 对 助力用 好吗 好的 谢谢您 这个新明眼亮之后 我们还得说 胆经的堵塞点 不光是头部 对 还有些地方也一堵 是不是 对 主任 还有哪儿 还有是这样侧面 侧面 因为我们刚才说胆经 从哪儿 从上下来以后 沿着侧面走 走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下边 我们的肋骨脚 这块 这块也容易堵在这块 那我们也贴上 对 我们贴一个 好 这 跟漆门很像 对 梁老师说得非常好 跟漆门有点接近 对 漆门是在哪儿 在乳下 两肋 这个地儿在哪儿呢 实际上在下边 在侧面 侧面 在侧面这个地儿 对 这个地儿呢 不是具体的一个穴位 而是这一块 这个我们能测试一下吗 对 这一块 我们可以摸一摸 你看看 这块有没有疼的感觉 有吗 对 往下走 就是在侧类是吧 对 就侧类 在什么呢 我们应该叫夜前线 就是夜窝 前边这条线走下来 跟你的肋骨交界的地儿 在这块 摸摸这块 看看有没有痛点 有疼的感觉吗 我是就是 好像这几个肋骨的后头 这个尖这儿 就尖这儿这么一摁 不是一般的疼 刺疼 刺疼 有胀疼的感觉 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对 而且有些像小颗粒似的 因为我们在临床治疗 往往治这儿 这个部位 这块一看 你推到 特别是分推胸腹营养的时候 分到这块以后不少人说 哇 这儿疼 就这个一块 这块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会在这儿堵住呢 这个地儿就是胆经所过的地儿 因为胆经就从这儿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临床发现在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 就是稍微胖一点的 脂肪堆积比较多 容易在这儿堆着 容易堵着 这个地儿反而更明显 因为脂肪多得的人呢 在往往有湿 湿血 湿血淤积 时间长了容易热 说是湿热容易堵在这儿 而出现的一个症状 就是说 我们的胆经 在我们的肋鞋下不通的话 会有一些表现 有哪些症状 可以证明我们的胆经在这儿 有些堵塞 两鞋账满 不思饮食 恶心呕吐 特别是碰见油腻的 一闻着味 就恶心想吐 就是我们胆经不通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疏通胆经 效果非常好 这三项症状 我们三位嘉宾有体会过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可能不思饮食 和恶心呕吐之前有过 但是当时想的 可能是就是熬夜 做习不好不规律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因为累 所以就不想吃东西 我觉得这个恶心呕吐的话 可能也就是像我这种反酸似的 这一反酸了就往外冲 往外冲 然后就变成了咳嗽 然后干呕 甚至一开始 还以为是咽咽 后来知道 其实可能是从里面往外的 它并不是上面发言了 但是原来它还是 跟胆经有关系 我有时候有两斜账满的 这个问题 两斜账满了以后 就不想吃饭了 两斜账满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也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觉得账 觉得账的话 一点也不想吃东西 是 就是到真的到吃饭了 也不吃也不行了 就倒点了 不然上哪吃去呢 吃点吧 反正一吃也不香 也不好吃 就吃点就觉得饱了 哎呦 不舒服 饱了 我先首先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症状 是两斜类的账满 对 完了以后 你再不想吃饭 特别不想吃什么饭 不想吃油腻的 油腻 对对对 注意 完了以后再恶心呕吐 他的恶心呕吐 跟梁斌说的恶心我都不一样 梁斌是吃多了 就想吐出来 那感觉不是这种回事 他是怎么了呢 他是闻着油腻的味 闻着油腌的味 实际上胃里可以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他还恶心 对 干饿 就是一看见肥肉 哇 立马这个嘴都捂上来 要差点吐出来 哎 这样 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胆精的 往往是什么呢 与情质有关 咱们还能找着情质 情质跟什么 跟劳累 实际上劳累 往往是我们的胆精 就是僧气跟劳累 往往是我们胆精淤足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 你看我们杨斌 也是非常的勤奋努力 很辛苦 也挺累的 有点我们感觉好像胆精 没那么通上 是不是 能不能帮帮他 我讲着你第一个 先说你味精不太通 完了以后再是胆精的事 他主要还是味精 但是如果你胆精 想通畅一下会更好 对 来那请您来做摩特 让刘洋来给您做 先来是吗 有请刘洋 刘医生 有请 我们杨斌老师 也是比较累啊 我们疏通胆精的时候 有一个穴位 虽然不是胆精上的穴位 但是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 提高或者叫改善 我们胆的功能 对 能够帮我们疏解压力 这个穴位在背部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说叫膀胱精上的 叫胆疏穴 我们知道膀胱精 有背疏穴 对吧 在我们挤柱两侧 那胆疏穴在哪呢 在第九锥的水平上 我们怎么去找 不好找是不是 我们有简便的取法 我们摸到肩胛骨 肩胛骨是个三角形的 我们背过手来 找到我们肩胛骨 您看我这个肩胛骨下角 还是挺明显的 在这个下角 大概两厘米的位置 或者两到三厘米的位置 我们手抬到最高处 这样去点一点 自己点的时候 会稍稍的有些费力 对吧 我们有一些关节 可能活动度不是很好的 就会感觉很撑的话 对 如果自己能点到 那是更好了 我们一边点 手一边跟身体对抗 这叫全点板疏 这样感觉顶在上面 整个上半身都很累 对 从这个胸腔到手臂 再到这个位置 对 对吧 反正就这一块 有感觉吗 梁阿姨 现在就感觉着还是酸胀 而且我这么一揉了会儿 热乎乎的 暖暖的这个地方 活络开的感觉 揉揉呢 我感觉这块肌肉 确实是背部肌肉 还是僵硬 这样按一下之后 感觉再做一个全身运动 其实还挺容易出汗的 对 的确动作有难度 我们可以找家人 来帮我们去点 家人点的时候 我们先找到这个位置 摸到下角 再往下 一 两到三厘米 点的时候 当然了 趴着的时候 更好用力 我点 真的 酸色感 酸色感 比我自己按明显 它这明显的 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金疙瘩 摸到了 对 它这个金疙瘩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预毒的点 也可以理解为 这块肌肉会有异常 比如说正常的肌肉 我们是纤维 是平行的 那慢慢你的压力过大 它就会有一个 沾脸 怎么去解决它呢 就是多按 按一按 然后我们再去放松 还有别的妙招吗 第二个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反应点吧 我们都知道 胆囊应该在 我们身体的右侧 那具体的位置 大概的体表投影 就是我们 透过身体这样去看的话 大概位置在哪呢 我们乳头的正下方 跟我们肋宫的焦点 你看我们肋宫 我这个是这样长的 对吧 然后乳头的焦点 大概就在这 这个深处 就是我们胆囊的投影 但是没有那么的准确 这是一个体表投影 那我们放松的时候 怎么做呢 我们做拿捏肋功 拿捏 拿捏 拿捏它 对 拿捏它 这两个词呢 我们叫拿捏 四指与拇指相对 抓起我们这块 肋功上的皮肤 对 很疼的 对 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稍用力 相对地用力 也可以做一个提起的动作 揪一揪 我们可以从中间 往两侧捏一捏 我们捏个十到二十遍 左右两侧都可以 只要对自己下得了狠手 就能靠自律换来自由 我们左右两侧 各做二十次 这样去做 这个它的原理 就是把我们的胆囊 周围的那个经路 给刺激一下 它也是刺激 然后我们局部的这个张力 让它放松下来 然后对胆经 也是一个疏通 而且它这儿是提比较投影嘛 你这样牵拉的时候 它也会对里面的内脏 有稍微的一些牵拉的感觉 明白了 我现在是前后都需要去锻炼 对 其实还是锻炼太少了 可能多活动 多通通的话 总归会舒畅一些 对 也不能再那么胖下去了 其实这还好 还是要得很高了 这样一做 我们的胆经 确实感觉被拿捏住了 主任 这个胆经除了说我们头部 我们的内部之外 还有哪是它的一读点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 敖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胆经 还有哪是它的一读点呢 实际上还有个地儿 就是我们下肢 我们膝关节的外侧 膝关节的外侧 对 这也是我们容易堵的一个地儿 好 我们贴一个提示贴 说到这个膝关节疼痛啊 主任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很多人都有 对 是吗 三位嘉宾有没有过 有 我甚至因为这个膝关节疼痛 还去医院看过 当时也是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过于私饮食 吃得太多 所以就体重一度飙升 然后当时就是集中 用跳绳来减肥 所以当时就跳绳跳得很厉害 一组四百个这样持续地跳 后来发现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然后就一蹲 就哪怕是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这样一蹲或者穿鞋 就尤其是右边的膝盖 就会觉得有点蹲不下去 这种膝关节的疼痛 好 杨斌呢 就我一直大冬天都是冻着的 再加上我经常是拍外景嘛 然后爬山啊下山啊 就是怎么怎么样的话 感觉腿确实挺累的 但是我也没有好好保护过它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一天下来的时候 到了晚上 到了洗澡的时候 到了你忙完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一闲下来 你就能感觉 这个腿有点沉 有点沉重啊 有点紧绷的感觉 我是一般的就是膝盖 一到了冬天就严重 夏天稍好 但是到了冬天就更严重一些 就是夏天也一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蹲下了 站不起来 站起来蹲不下 就是蹲是个问题 上台阶的时候呢 比较吃力 所以呢 高楼梯不爬 从来都是坐电梯 但分有电梯有滚梯 绝不爬楼梯 就是因为爬起来太吃力了 对 说起这个膝关节 我们都是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水 要倾诉一下啊 主任您看 这个膝部的疼痛 有因为运动导致的 有和季节相关的 他们都和我们的胆经不通不疏 有关联吗 不是 膝关节疼痛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应该是发病率越来越高 我们叫做膝骨关节病 实际上这就是膝关节 推行性改变 因为膝关节呢 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关节 它又是我们扶纵的关节 因为我们身上 你看大部分体重都压在上头 并且我们人体现在是 人是直立 我们有爬行 改成了直立 实际我们膝关节 并没多长出一些东西 来保护它 所以容易出现推行性改变 这是肯定的 但这跟咱们所说的 不是一回事 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们说往往 这儿有一个穴 什么穴呢 叫西阳关 这个穴就是膝关节的 外侧的疼痛 我们是不是想起一首诗来 西出阳关 如故人 对 如故人 对 那就是那个阳关 实际上它是一个关爱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这是在胆经很重要的关口 就是在这个地儿 我们如果胆经不通了 就在这个地儿 可以表现出我们膝关节外侧 一直从我们风势穴到阳关穴 是这一块的疼痛 不光是一个点 为什么胆经在膝关节外侧 阳关这块容易不通呢 对 这个地儿容易堵 这个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长时间的座位 现在我们身上活动不多了 一直在座位在这儿 老这么坐着 还有一点 许多人缺少锻炼 容易导致了这个脂肪的堆积 缺少锻炼又加上堆积 所以说我们外侧的胆经 就容易不通 而出现的这个症状 这边的经络 是不是本身也就比较多 膝关节的经络 应该很多了 三条阳经 三条阴经 都通过膝关节 但是我们所说的疼痛 就是从大腿外侧 到膝关节外侧 这一块的 整个的不通 而出现的症状 如果说胆经在这儿 不通的话 堵住的话 会有哪些表现呢 它一般来讲 主要是大腿外侧的疼痛 大腿外侧什么地儿呢 往往这个疼痛 不是整个一个大腿都疼 它一般来讲是 下三分之二 跟上三分之一交界的地儿 从这儿 以及到膝关节 这一块的疼痛 我们往往说 它是一个胆经的不通 您说这个发热是什么意思 是发烧了吗 不是发烧 是局部的发热 往往是什么呢 胆经的湿热 湿热而出现了一些热的振作 往往与这个也有关系 不光热 有些病人还有红肿的 往往这与胆经的淤热有关系 这叫淤热 对 我们一般来讲看病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找经络 看看这个经络所过的位置 而出现的问题 往往我们从这个经络上 去找它的症状 这种淤热啊 这种疼痛感觉 连阿姨体会过吗 我倒是没有 但是刚才主任讲这时候 我一直在按我这个 刚才那叫什么 西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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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一直在按 因为我这儿按着真是很疼 而且我刚才敲的时候 我不也说左腿比右腿疼吗 揉的时候呢 就感觉里头有叫什么 调锁感 调锁 对对 调锁 现在我按着西阳关也有调锁 就也有这个比较细 没有上边那个大 下边那个细 但是下边的比上边的还疼 就是相关的这个点 这个穴位啊 比上边那个风势 那个穴位还要疼 明白了 就觉得是 真是那个很 咯咯咯咯咯咯咯那种疼 感觉那个就是 个的感觉 色的感觉很明显 很明显 对对对 好 因为我观察很多叔叔阿姨 特别喜欢 没事就按摩他的膝关节 对 揉啊 粗啊的 这是有用的吗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注意啊 我们稍微这个温柔点 不要太狠 但我看见有一些 哎呦 我敲得有点太狠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狠 要轻了点 主要以顺为主 以通为主 哎 以顺和通为主 不能够太狠 所以这个度跟手法 怎么把握 怎么选择 就很重要了 对 您也有妙招 这个招是我们这块 应该是比较常用的招 我们每天基本上 大部分的病人 就是需要治 就是腰腿有问题的 我们基本上 都要给他通一通胆经 看看他胆经怎么样 嗯 大部分人胆经都 在这块往往都有表示 好 或者说疼 或者是一个小的调缩 或者大的调缩 嗯 对吧 这个哎 我们通一通完了以后 他就嚼着 他下肢 一下床以后就嚼着 哎呦 松快多了 哎 所以这个常规的秒招 咱们就来学一学好不好 对 这个最后一个秒招了哈 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们腿部这个胆经 堵塞的话 怎么给它疏解开 对 我们刚才傅老师 其实介绍了 我们临床中 肯定要给大家 尤其是治腰的时候 一定最后一个动作是 疏通胆经 结束 那我们 在自己日常的时候 可以用敲打 或者是自己扣一扣 嗯 我们叫敲胆经 或者拍胆经 扣胆经都可以 嗯 找准胆经很重要 对 来一个示范 嗯 我们先看清自己的酷线在哪 嗯 在大腿 这个偏厚侧方 没有在我们腿前面 敲敲酷线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敲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明显的酸胀感 是的 对 那敲的时候怎么敲呢 我们从上到下 我们分成六个点 好 那这个时候点 对我们 一个拳头 您看 我们这大腿骨 我们叫骨骨 其实也就是六个拳头 这样的一个宽度 我们敲下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基本到夕阳观这儿 对 大概是环跳到我们的夕阳观 这个位置 您不用特别固定 我们大概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去做 那扣着扣着 我们腿会感觉 有点酸酸的 胀胀的 有点麻酥酥的感觉 那这就是 敲对了 敲对了 确实是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是在敲腿面 对 其实这样的话 反而这些肌肉 会越敲越发达 感觉是一些肌肉的地方 对 所以要找对位置 还能瘦腿 酷线稍往后一点点 对 这个有瘦腿的功效吗 可以啊 肯定的 它能促进我们的循环 帮助我们这个肌肉 去放松 就异常的那种肿胀感 就没了 而且我们说 从现代医学讲 我们说卡丁素 也是跟我们下肢运动 息息相关的 很多跑步的人 或者说运动的人 都有卡丁素的损伤 做这个动作 也能很好地 保护我们的膝盖 这是很好的一个动作 我看小区里的 叔叔阿姨们 有时候拿那个器具 砸了可使劲了 对 自己下手可狠 尤其现在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误区 大家总觉得 我拍打 或者说我垂 就要垂出沙来 垂青了 垂紫了 感觉这种病毒才出来 其实我就说了 那句垂紫了 其实是一种损伤 我们要以酸胀 点血 拍打 揉 什么 都是以酸胀感为主 那这种感觉 会让我们 有点不适感 但是揉完了之后 又却很舒服 而不是那种 一拍 紫了好几天 那就很尴尬了 这个提示非常重要 各位 这个肚的把握就在此 酸胀感就好 对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来做 扣腿顿肿 我们这个动作 其实也很简单 一是能够增强 我们下肢力量 也能牵拉到 我们下肢的这些经络 其次呢 我们通过敲打 我们这个扣腿嘛 我们这儿有两个穴尾 一个是缓跳旋 一个是居疗 这两个在哪呢 我们可以大腿 这儿有一个口兜 我们从这个兜这儿 往下放 这个袋子 这块有一个骨头 特别高起 那这块往屁股这方向 移一点 那就是我们的缓跳旋 点上去有点酸 有点胀 对 那居疗呢 就在我们口袋的 这条线上 大概的位置啊 我们不去找那么准确 因为我们操作的时候 也是一个范围 坐的时候 跟我一起 从侧面看会比较明显 我们吸气的时候 点起脚尖 把我们的脚踝呢 抬起来 让我们脚跟离地 这时候这个脚的距离 是不是跟肩同宽就可以 对 与肩同宽就可以 自然一点就好 在这儿停住 我们尽可能地保持稳定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去扣我们的环跳 五次 脚跟离地的时候 五次 扣 对 然后放松 顿地 你看我们这动作是顿地 我们下落的时候要快 对 我们要顿地 我的体重可能比较大 动静比较大 对 我们是点起脚尖 扣完之后 最后一下是呼气顿地 这样一个感觉 这一个呢 是增强我们下肢的力量 第二一个是牵拉 我们下肢的这些经络 第三一个 我们通过敲打 能够疏通我们的胆经 让我们下肢的这些 循环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动作我们做三十次 这像是一个升级版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最后 那个顿地那一下 其实是 我觉得是放松的 对 因为前面其实体重的话 要求我们不仅要达到这个平衡 然后还要想着这个穴位 其实是身体的肌肉 是紧张的 但是顿地那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对 然后我们来试一个好不好 我们来连续做几个标准的 包括我们的呼吸做一个配合 好不好 对 来 吸气体肿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呼气 顿 对 好舒服的 顿 你看我们身上其实放松的 它不是受控制 这样就受控制 我们其实浑身放松 顿下来 又学到了小知识 小妙招 回去可以散播在我们的办公室 大家都练起来 对 简单 易学 对 而说还有这个瘦腿的功效 更值得推广了 更值得推广 好 谢谢医生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了 实际上胆经啊 应该说是在人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络 因为它从头 从侧面的头 以及一直到我们的脚 也就是说我们侧面出了问题 往往我们从胆经上走 但是注意 胆经呢 实际上很重要在哪呢 它是情绪器官 它记住我们的情质 还有一个绝断器官 也就是说我们的性格过程中 您当断不断的时候 您可能要琢磨琢磨 您是不是胆虚了 所以说呢 每当剪不断 理还乱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胆经可以通畅 那很多答案 就会自己浮出水面了 对不对 疏通胆经 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健康 更高效 也更幸福地生活 谢谢主任 谢谢您 好 还有三位嘉宾 都辛苦了 谢谢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